曾经是台北热闹地景的土林夜市 近年来却显得冷清许多 不过有一名网友经13日发文贴出 士林夜市昨晚万头钻洞的震撼人潮照片 惊讶直呼已经要十年没看过这个荣景了 贴文曝光后引起许多网友热烈讨论 有一名网友经在脸书社团发文贴出数张士林夜市的人潮照 并且表示昨12日台北灯节开幕办的非常成功 灯去人潮汹涌 夜市更是人山人海 惊叹谢谢阿伯 台北市长柯文哲真的把士林夜市救起来 可能已经要十年没看过这个荣景了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今也在个人脸书上发文 表示士林回来了 我也哭了 她回顾昨晚士林热闹盛况指出 走进夜市灯区主舞台短短百余公尺走了半个多小时 搭乘接驳车前往河滨灯区启动水火共舞声光剧场 短短五分钟的车程更是开了近半小时 可见人潮汹涌 蔡炳坤也提到 今天上午市府团队继续在捷运北投会馆进行第二天的首长共事营 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士林人潮回来了 士林夜市好多人 2022年台北灯节将在12日晚间正式开幕 今年仪式台北士林举办 市长柯文哲指出 今年台北灯节划分成三大灯区 包括士林站光彩灯区 芝山站河滨灯区 以及剑坛站夜市灯区 除了想象力无边的主灯台北四十宇宙飞船外 还有满满的夜市文化 一起来玩吧 配合2022台北灯节期间 十一分之二到二十分之二 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台北市儿童新乐园延长开馆时间至晚上十时 且周一不休馆 详细开馆时间请上各场馆官网查询